同一时间呢先带你来看到是在今天国民党 他们一直在说了这件事情不查吗 这个是华视在昨天出包了 他们在昨天的晨间新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快讯 强调说呢这个共军导弹已经击中了新北 当时很多民众看到之后吓一跳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所谓的讯号错误 华视方面呢他们现在已经有两位相关人去接受了这个讯问 同时呢他们也强调自己是所谓的疏忽而不是故意 但一般民众听了觉得太离谱 国民党只喊必须要查 但是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会觉得这是国安危机还是明显未造 又或者是认为说主管机关NCC是不是应该出来管一管 我们来听听街头民意 华视误报共军导弹击中新北甚至还说 这个受到战争影响各地爆发了民生用品抢购潮 掀起民众恐慌 整件事情你怎么看 就真的有点扯 我看到是觉得蛮傻眼的 就是很瞎 第一反应我会觉得是蛮离谱的 就是会觉得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后好像是在骗人一样这样子 明显造谣 他们播新闻之前长官不用看 要看吧 今天不是一人节 太离谱有够扯街不是一人节 会造成大家的恐慌 对对对对对 疫情就已经够烦了 然后又多了一条新闻 还是要带风向去看这个 变疫情大家没有很注重 如果报道假的话很容易误导民众 打仗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这个也很难 也很难说 就是你不能 你不可能凭空想象这件事情 对 感觉像是造谣 而且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就是明显造谣 应该主管机关要出来反应一下 确认一下 应该会惩罚 应该会给他们一点惩罚 对 那到底这一个新闻媒体 讲话这么不负责 因为我会确认 如果他确定他是造谣的话 我也觉得这件事应该到底谁要负责 主管机关应该要出来管一下 可以有一些罚则 对啊 你觉得应该要罚 对啊 不然大家都乱报就好了 对 就是需要要改善 就是罚 是一定要罚的 我觉得就是你要真的罚一个 大家看到会觉得害怕的 就是不要一直觉得 没关系我乱播也没关系 就是可能道个歉就好了这样子 我就是罚一下 不然的话每个新闻台都这样的话 那台湾应该很乱 安娜出报的是华事 跟你赌也不会怎么样 出报的是华事 跟你赌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未必有什么事情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你说出报也不会怎么样 对 吸引民众的收视吧 吸引目光 就博一下眼球嘛 可能感觉是这样 对我而言我觉得 好像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 因为你要讲出报会怎么样 那一大堆那种网路平台 一天到晚不是出报 在乱评论 对 就标准就是变得不一致了 很多民众都认为 有共军导弹击中新北这个新闻 是明显造假 他们呼叫主管机关NCC出面 应该要处理一下 好这件事情呢 有没有后续 当然有 因为现在调查局 他们有来约谈这两位人员调查 这是谁呢 这是包括了在录影时间的字幕人员 还有导播 这两位呢 他们到了调查局这一边呢 被约谈的时候强调是上个星期 受委托制播 所谓的公益演习影片 录影结束之后呢 他们当时没有把这档案路径给恢复 结果呢 真正昂出去的陈坚新闻 用了错的跑码 所以呢 他们及时发现 有及时处理 但是呢 当时已经播了7分49秒了 那么华社的代理总经理 也已经先视讯道歉 但整起案件 大家觉得真的是太扯了 所以目前呢 已经有7位民众 主动的打电话到NCC来检举 好大家就问了 NCC难道不用查吗 NCC这一边的回复呢 是副主委翁博中 他出来讲 他表示呢 说这有可能会涉及 所谓的违反电视广播法 第21条第一项第三款 那最多呢 大概就是罚到200万元 但是立委不这么看 好这一位呢 这个是国民党立委 郑立文 郑立文他就强调了 说这个就是散布 所谓的假讯息 难道不用罚300万吗 还说其实除了这一次的 共军犯台假讯息外 先前还有新北市泰山 发生规模7 深度10公里的地震 最大震度6 他说大家都是觉得 怎么会这么扯 一再犯下这样的错误 所以他要求除了NCC 应该要罚钱之外 还应该要将华氏给撤照 要求华氏总经理下台 但是整体事件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这样子来处理 这一位这个是不具名的检察官 他就讲了 最重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调查局调查之后 他们已经讲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失误 出包之后 他们又赶紧的对外来澄清 有盗窃 也有说要惩处这些失职的人员 所以他觉得 应该不会构成相关的刑责 只是还记得吗 当时NCC是怎么样 在用他们的标准 来对其他的媒体的中天 那个时候说 因为我们出现了 就封台倒数六天的字幕 最后是NCC 以误导防疫资讯等等的认知 这一些我们都曾经被重罚了 八十万元 先前三立新闻台播出 美国CIA局长访台的这个新闻 后来也被认定是违反事实查证 也罚四十万 大家就要问 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以及这样的一个惩罚 蓝色跟绿色到底有没有差别 这一次讲的是共军犯台 两岸关系现在不是太好 这样讲会不会敏感时刻 刻意的有一些些的误导 这个是大家认为 必须要查的一件事情 来今天上午呢 这政治讯息要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就是 张四刚议员 议员早 燕影早安 四张哥要问一下 你昨天有看到这个东西吗 他几分了7分快8分钟 蛮久的 我这个昨天早上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觉得华世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一个电视台 我觉得不是说什么内控 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根本毫无内控 那个跑马登跑出来7分钟 那不知情的人那是会吓坏了 那很多的新北议员 我昨天听他们讲 真的有人打电话去问说 我们新北市是不是被阿公 飞弹击中了 是不是真的发生很大的地震 那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引起了部分 这种恐慌 我觉得NCG昨天的讲法 我觉得有点太轻了 好像觉得说好像 好像觉得说我去这个 去应付一下媒体 基本上就没有事情 并没有表现出NCG对这件事情的 严正态度 相较于NCG对中天 只要出一点点小问题就 大声的斥责啊 然后用各式的罚则来去罚中天 NCG对华视 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家的小孩 这个舍不得打 我们看华视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看看这个电视台的 新闻内控完全是一团乱 根本说是没有内控 再来你跟陈雅玲一个人 身兼新闻台的台长 总经理 然后过去几周又再去美国采访 昨天他是在隔离当中 请问他不是带总经理吗 那带总经理怎么这么长的时间 不在职位上 那这个电视台就决策是谁在负责呢 所以我觉得华视 不管是内内外外 都发生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还之前还有庄丰家的问题 还有之前公市 物山资料的问题 整个工广集团 基本上已经烂到底 今天烂到底 我一向主张NCG这个机关 应该猜测 然后相关的工广集团 应该回到民间去做经营 像华视就应该整个民营化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不能 不能要监督NCG 不能让NCG这样子就轻轻放下 该罚的要重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 不要忘记 华视能去52台 还是NCG大力推荐的 那个陈主委 那时候说华视多棒多棒 还要当新闻的李同阳 拜托这更不叫领头 这是新闻的害军马 好 再来看到是在华视 昨天新闻跑马出现了 新北市遭共军导弹击中 台北港舰艇爆炸 战争有爆发之余等等字幕之后 他们已经声称说这讯息 是设定出现错误 对外澄清道歉 也因为现在正式而无开战 政争之际 所以引发了各界关于台海局势的关注 国际媒体甚至也对此做出了报讨 包括了美国英国的卫报 还有美日邮报的媒体 都以台湾电视台 误报大陆清台消息为题来做报道 法新社路透还有日本时事通信社 则是以台湾电视台 为误报大陆清台而致歉为题 而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大陆 同样有可能会威胁台湾的忧虑 这一则假警报在这个时期 特别触动敏感神经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